剛剛有一個我稍微再補充一下就是我們剛剛ActivePlanter這套軟體如果我要錄影的話 它是不是只能錄我們螢幕上畫面對不對 那這裡有個小軟體你在我們那個OneNote的右手邊我有放 我先錄一下在這邊右手邊這裡有一個你把它打開 有沒有叫Webcam Viewer網路攝影機的那個圖示 所以你如果有那個工具這個也免安裝就一個程式而已 打開它你就可以選擇你要從哪一個攝影機把你的畫面抓出來 然後你的解析度你要設多大 不支援 有有這裡 有沒有有不同解析度假設你要小一點我就把它弄小一點然後按時大 這樣有沒有抓到畫面了所以只要在螢幕上是不是一樣可以錄起來 對吧那如果你怕說我操作其他軟體的時候它就縮進去是不是就躲起來了 這個呢小工具有一個功能在這裡 置頂了解 好所以現在呢不管你走到哪邊你的畫面都會跟著你走 這樣有沒有就在上面了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把我們畫面錄下來 只是每個人的錄影習慣不一樣啦 有些人老師不太習慣自己看自己錄 因為自己跟自己say hello怪怪的 哈哈哈哈這樣了解 好OK 所以我們可能今天只能先介紹到這邊 希望各位就是可以參考一下 雖然我們練習時間比較沒有那麼長 但是我們把廣度拉寬一點 讓你知道比較多 就是各種可以用在教學上也好 或者你在學習上可以用的工具 那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跟各位介紹其他的 好謝謝大家謝謝